有没有喜欢抠头皮的姐妹 举个手让我看到好吗 尤其是到夏天啊 这个头皮真的贼一痒了 然后就一直抠 站着抠 坐着敲 吃个饭还在抠 结果呢 手上的细菌 加重头皮分泌油脂 不到半天啊 这个头发直接撇在头皮上 这个抠头皮是爽啊 但是等到你毛毛损伤 头皮受损的话 就晚了 等你脱去 我以前也是啊 头痒天天抠 越抠越痒 越痒越油 然后那个头皮线 我的天哪 根本没法见人 而且头发还大把大把的掉 但是你们看现在啊 我是前天洗的 已经洗两天了 看着头发 一点都不痒 而且头皮很健康 就是怎么抓都没有头皮线 也不油 嗯 干干爽爽的 糟糕 是行动的感觉 头痒爱抠头姐妹注意了啊 这期我就告诉你们小弟弟 我是怎么解决出痒的 其实啊 头发痒有很多很多种原因 赶紧解决看看自己是哪一种 不同头痒的问题啊 就要对正直痒 就像我们饿了要吃饭 但是你光喝水的话 只能解决当下的保护问题 像我啊 就是这种出油性的头痒 那有跟我一样情况的姐妹啊 听我的就用 B2A的红枣质氧服装水 这里面深枣植物成分 能够维维维的头皮环境 就更原创调整质氧 还有很多种矿物成分啊 能帮助我们调节头皮的水油平衡 达到用抗油的效果 那我顺便洗个头给你们看看吧 哦 还有一点姐妹们注意啊 搓头皮的时候 千万不要用指甲盖这样去抠啊 本来你头发又出油又痒 就已经不是一个正常健康的状态了 那我们这个时候 又再用手盖这样去擦 把气搓的话 头皮会更敏感 诶 就像是用指腹这样按摩 就用指腹这样抓 诶 从前往后这样 这些泡沫真的蛮多的 有个两三三钟差不多了 我先来冲一下 这个洗发水洗完啊 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洗之前呢 就像大夏天穿了一个 后眠裤一样又破中门 洗完之后就像穿一个真瓷小裙 诶 小夏方一吹 清清爽爽 看咱们吹好的头发啊 柔顺蓬松 而且发根的清清爽爽 之前啊 买这个B2A洗发水的时候 我来记录一下洗完之后的效果 咱们来看一下啊 第一天 第二天 甚至第四天 头发依旧都不胜 而且就是 头皮连痒都不痒了 我之前有抠头皮的坏习惯 全部没了 被深深种草 这个 B2A的红枣质样 蓬松洗发水 我打算啊 就要把它再多囤点啊 有个想共一心的姐妹 赶紧冲